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要用一个词 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兼党一百周年 那就是感恩 你配姓照 你敢姓照 太阳城西米华这次的事件 我个人认为是刚刚开始起波南 还没达到高潮 我们来回顾一下太阳城这个事件 整个的这个过程 首先是从去年 那么去年我们就不聊了 我们就讲今年 这个月 11月26日 温州检察院发出新闻通告 批评洗米华 OK 周挫华了 紧接着12月27号 也就是第二天 澳门警官就对他实施的抓捕 然后送到检察院 两天之后 11月29日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新闻发布会 宣布 参与赌博金额较大 定性为违法行为 我们来细细的剖析 这句话背后 对未来的一个影响 我们看啊 这一次太阳城事件 签出来一些数据 这都是公开的数据 太阳城本身自己 贵宾厅就有十万个 这个会员 但这个数据我不敢很确定 具体的啊 但是这个公有一个公开的数据就是 他做的线上赌博的这个博彩网站 有8万的线上的赌客 都基本上是内地的 同时呢 有1.2万代理 那么在澳门其他的贵宾厅 你去掉于太阳城重复的那些 就是有会员卡的 有这个贵宾登记的 重叠的部分 你把它去掉以后 仍然有几十万 那么在澳门的各大赌产 有很多也是 大家也都是办这个会员卡的嘛 那么这些办会员卡的人数 应该是在几百万 甚至三千万的数量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最高检在11月29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的明确的表达 如果不是以赌博为业 仅仅是个人参与赌博 不构成赌博犯罪 但是如果赌资数额较大 也是违法行为 如果赌资数额较大 也是违法行为 如果赌资数额较大 也是违法行为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们来随便看一看 澳门太阳城贵宾厅的 会员卡的卡种 至尊卡 单月内转马达15亿以上 太阳传奇卡 单月内转马达10亿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自去年对太阳城的 这个事件开始发生 一直到 11月29日 最高检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就开始明白了 哪些人将太阳城的事件 目前就太阳城贵宾厅里面的 我们看哪些人将会受到 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和波及 参与网络的代理赌客 跨境赌博罪 你说都不用说的了 大赌客 就符合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面 我们刚才说了三遍的 数额较大的行为 也赌资 数额较大的也是违法行为 那么再就是搞推广的 我们讲贵宾厅搞推广的 和洗马的 那么很简单 给你定的罪就是洗钱罪 赌博罪 跨境赌博罪 我只能说 这一群人呢 这一班子人呢 是很难逃脱这一次运动的 影响和波及吧 那么这几天我们几个朋友呢 也在讨论太阳城事件 还有可能 是否会可能波及到普通的赌客 什么样的一些属性呢 平凡过澳门 过澳门的次数很多 比如说一个月 过去三次 两次 甚至更多 在那边 滞留的时间更长的 曾经办理各个赌场的会员卡 因为赌场呢 有赌客 大致的下注你的流水的记录 那么这些赌客 如果说一旦 这些数据都得到的话 被得到的话 跨境赌博罪 洗钱罪 赌博罪 这都分分钟给他们 可以定这个罪名的 因为你在澳门你是如何 有那么多的资金进行下注的 你是不是有一个洗钱的 或者说通过地下钱庄 转移钱财的 以及你赢钱 你是如何回到大陆的 这都是可以给你定洗钱罪的 那赌博罪 我们就不讲了嘛 这是最起码的 因为你数额较大嘛 那么还有哪些人 有可能会受到牵连的 我们认为啊 那些做棋牌APP的 什么麻将APP的 什么反正这个 这个在国内 是非常游行的 那些人 以及参与的人 社区麻将馆会不会呢 民间的六颗彩 会不会呢 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啊 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 我们认为呢 这一次 是通过 从2019年开始打击境外的赌博网站 一直到去年的太阳城这个 洗钱的那个事件 再到今天这一次网络赌博的 太阳城的网络赌博这件事 这一系列的延伸 我们认为呢 这一次是一次是一场运动了 是一场运动了 那么做这个视频呢 主要的是想提醒大家 小心注意 如果我要用一个词 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兼党100周年 那就是感恩 啊 你一配姓赌 你开姓赌 是一场运动了 我是一场运动 是一场运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